第二回合 兩分鐘準備倒數 新攻略機會賽 起 出題 都好高喔 煙火腿 A 我的答案是A 煙黃瓜要用鹽 煙火腿你知道要用多少鹽 對 這樣想就好了 所以跟想一秒跟想十秒 是一樣的答案 可是我是在怕就是它平均切 比如說都是一百公克的 煙黃瓜跟一百公克的煙火腿 那就很難講囉 對啊 我剛剛是這樣想 所以我改了我的答案 以黃瓜跟火腿 的確火腿用的鹽多 對啊 可是你說一百克這樣切的話 那很難說 因為我自己做菜 看來還是高 看我老公手氣有沒有不一樣 陳永康 手氣看看如何 ique 不會馬上被換回 一百到一萬 沒有提示 請選擇 我沒壓力 因為最少還有一百塊 但爛也不會比他爛 加油... 漂亮 你看 說是不是該換 你不換怎麼知道 他們夫妻是一路的咧 夫妻同心 你看一樣的手氣 我們的手氣好貝喔 厲害... 厲害 配三姐準備 請 主題 我們會用令色 形容刻薄小氣的人 請問令和色代表什麼東西 兩個名字 B 兩種服飾 我的選項是B 兩種服飾 主題 猜的 比較... 覺得比較有歷史的淵源 令跟色看起來像是服裝的一種配件 不像名字的啦 我覺得跟名字很難連結在一起 可是跟服飾就會覺得小氣 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柯薄 可能後來被拿來衍生的 來 起 接腳 真是兩個名字 什麼名字 令跟色分別是哪兩個人呢 一個叫王力 一個叫李瑟 他們兩個到底有多摳門 就是王力有一次啊 在中秋節的時候 要去拜訪李瑟喔 那他呢 就是捨不得買月餅 乾脆自己畫了一個月餅拿去 結果沒想到到李瑟家 李瑟不在 只有他的小孩在家 那他就收了這個王力畫的月餅 他說 王伯伯 我得回禮啊 所以他也畫了一顆大南瓜 回送給他 那他的爸爸呢 李瑟就覺得非常的滿意 所以這兩個人呢 這麼誇張的行徑 就被大家現在形容成是很吝嗇的人 害我現在開始擔心 等一下我們拿到的獎品 會不會是畫的 相信我 精美多了 海報 是是是 硬刷 畫的太沒誠意了吧 硬刷的對不對 摩托是多 我也不允許啊 好啦 詹字硬刷 怎麼也是精緻的海報 江仲淵準備 打理選轉移 1分32秒 請出例 巧達濃湯 是種以海鮮蔬菜 加上牛奶的美式濃湯 請問巧達的意思是什麼 A 湯鍋 B 撈網 A吧 A 鎖定 鎖定 為什麼 我不太常吃東西 你不太常吃東西 但你都吃飼料 我唯一會煮的東西就是泡麵 我連白飯都不會煮 我連白飯都不會煮 大部分都吃外食 我連湯鍋還有網 撈之間到底是什麼差別 都不知道 所以 我很宅 不好意思 我很宅 我的過程 希望你可以勇敢地走出來迎接太陽 不好意思 迎接人群好不好 OK 好 所以 是拆的 來 接腳 打錯 運氣真不錯 這個巧達呢 它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巧達農湯裡頭 它就會有一些海鮮 培根 然後牛奶 跟鮮奶油 再加一些針酬劑 去煮出來的一個湯品 那它其實這個巧達 分成兩種語言的含義 如果是法語的這個起源的含義的話 代表著它烹煮的那一個烹鍋 那如果呢 是英語的含義呢 同時它也代表著魚飯的意思 因為裡頭有一些海鮮 命運獎金數 一百到一萬 他們住隔壁 請選擇 是一二的組合 二二三的組合 還是三四的組合 你要先抓好它這個組 然後再決定誰是一百 誰是一萬 快 快 誰是一百 誰是一萬 恭喜一千元 今天大家Oh my God 看一下 它是三四的組合 江仲淵準備 請主席 請主席 四季還有不同的口味 根據御膳的菜單 開撐的早前 他會吃什麼鍋 A 燕窩 蔥椒鍋 B 燉酸菜鍋 酸菜鍋 B 準定 酸菜鍋感覺是一個北方人 東北的食品吧 我記得是 那乾隆呢 他本身是一個滿人 我記得在皇宮中裡面的 貴族滿人 都需要保留自己的 滿洲人的習俗 譬如說 他們會在秋天的時候 進行打獵 那文的溥仪 末代皇帝溥仪的時候 才廢止 但是他已經持續了 在大清持續了兩百多年 接近三百多年的歷史 那麼相較於燕窩 蔥椒鍋這個東西 聽起來很像皇家 會飲用的東西 但是我個人比較偏向 接第一期一點的酸菜鍋 是 請介紹 漂亮 非常好 剛剛我們的兩種鍋子 其實都是乾隆他的菜單 只是吃的時間不一樣 剛剛說的這個酸菜鍋 是在開春的時候吃 而另外的那個燕窩鍋 則是在秋天的時候吃 那乾隆他非常愛吃火鍋 這個一年到頭幾乎都在吃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天氣冷 吃鍋可以暖暖身體 而且其實在清朝 他們吃的火鍋 裡頭的肉 跟現在很不一樣 我們都不然是吃豬 牛 但當時的這個裡頭 可能會有露精 還有鴨子跟羊 這些其他比較像是 他們打獵會狩獵到的野味 命運獎金術 一百跟一萬他們救助隔離 請選擇 我說過了 有人在跟你們玩這個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怎麼跟你玩 不要被操弄了 要讓他摸不透你 但你必須要摸透他們 摸透他們 你認為一萬在哪裡 我就選我們遼過的選項 三千元 不錯 不錯 也進步的 加油喔 我回快一點 江仲淹繼續回答 來 下一題 相比桃和式的威士忌 有些人傾向選擇 單一麥芽威士忌 請問這種酒的特色是什麼 A 只用一個麥芽品種 B 來自於同一個球場 B 太簡單了 鎖定 我本身有在飲用威士忌的習慣 所以這個東西我非常的了然 博恩的麥芽威士忌 會有分成單一麥芽威士忌 跟單一桶裝威士忌 那麼單一桶裝威士忌 就是說來自於一個桶裡面的酒 那單一麥芽威士忌 則是同樣一個酒場吧 越說越模糊了 A是選法 A的話感覺有一點道理 你是選法 我好像選法 OK 不好意思 解釋到一半發現自己選法 所以這兩個人喜歡喝一點 Single mode 原來也是喝酒同好 請介紹 不一定 不管是對的 我 命運獎金術 他們還是鄰居 請選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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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1千元 怎麼那麼難啊 1千元 看一下她1萬在哪裡 怎麼要在1 江仲淵準備 請注定 用藍領來表示 勞工階級的用法 是從美國的報紙開始的 當時用來描述哪類的工作 A 貿易類工作 B 建築類工作 B 建築類工作 主定 怎麼猜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說 建築類這個工作 應該是優先於貿易類工作 這個歷史來說的話 貿易類應該是之後才 之後才 就是說地理大發現以後 才開始茂盛 只不過藍領這個東西 這個詞會之所以傳得那麼廣 那應該會是在 更早時候的歷史 那我覺得會是建築類 我被說服了 來 記住 不是 妳猜錯了 好 藍領的確 因為他們穿的衣服 是比較像是帆布 或者是棉質 比較不容易髒污 或者是磨損的材質 才會被大家認為 是勞動力的階層 不過其實這個藍領 在一開始 它就算是在貿易類的工作 只要比較喘於勞動類的 也算是藍領 所以其實在1924年的一份 當地的美國愛荷華州的報紙 就是用藍領來形容貿易類的職員 來 帶妳 32秒可以答兩題喔 好 請處定 歐盟調查發現 竟然有17%的香料 一絲混入了其他的原料 其中又以哪一種香料的 混餐程度是最高的 A 胡椒 B 自然 答案是A A 處定 為什麼不自然 自然味道這麼重 不是很容易糊魚木混豬嗎 對耶 太容易被說服了 因為胡椒的用量比較大吧 對啊 我是想說胡椒用量比較大 胡椒種類那麼多 對啊 對 黑胡椒 白胡椒 花椒 各式各樣的椒 因為自然味道太... 對 因為自然的味道太獨特 如果你摻了一些 來 請計較 命運獎金術 你現在開始居精會生 誰選擇 命運之牛 命運之牛 再拿一次五千 恭喜 不錯不錯 恭喜 你除了這二號 有想到哪一號嗎 沒有 我就是覺得就是二號 18秒還有一題 明明水 好 再一點 請 主題 吃水果錢的清洗順序 大...不可大意 為了要避免農藥的殘留 請問食用蘋果錢 應該要先重洗哪一個部位呢 五秒 我的答案是B B 蒂頭 鎖定 為什麼 不是外皮 那外皮也是會洗 因為外皮 其實有蒂頭的蔬果 其實最容易有農藥殘留 所以 所以會先洗那個蒂頭洗乾淨 所以先洗蒂頭再洗外皮 對 要洗外皮 請介紹 這只是清洗的順序啦 兩個都該洗喔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要用清水先大量的清洗 你的這個外皮 接下來蒂頭啊 是要用毛刷 仔細的去清它 因為它裡頭其實是會有很多的農藥的 那不管你要去皮還是不去皮 所以最後蒂頭都一定要去掉 千萬不要連蒂頭一起啃 因為這樣就很容易會吃到農藥 沒關係 第二 round二結束 兩秒 獎金已經開始 六號終於有人破一萬了 這個太好了 終於耶 林立誠 宿明化這個姐妹檔 一萬零一百元 陳永康跟張沛珊 因為淡博名利 所以兩千兩百元 江仲淵 江澄衛 不得了了九千一百元 目前林立誠暫時領先 你要換嗎 換 換 第三組 江仲淵 江澄衛 換 第二組 陳永康 張沛珊 換 有辦法按到那個嗎 換一下 我也滿想按 換一下 大家都換了 好了 答題選轉移到陳永康 又到陳永康了 又回來了 全明星動略 模範時間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煉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